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力量将只为了我们六个部族而使用 使唤龙建造象征力量的建筑物 并将蛋拿去贩售来累积财富 现在还有时间悠闲地开始拜托你那么短的时间 在那里呢 像这样的实验态度是实验体的基本美德 是在说自己很厉害吗 那当然啦 你是我见过的实验体中第二完美的 完美 说得很正确呢 太好了 天哪 居然还有两个实验体 终于能去做些朋友给脱离了 嗯 哈哈哈哈 等等 这味道是 丹蹄男爵的香味 如果我对此生没有迷恋的话 哦 我已经在合约上盖上脚印了耶 哼 就拿女王 老天啊 你也曾拜见过女王陛下了吗 在伯朗胎的雷电 拿来做实验体是有点可惜 我们没有时间 得去永东之山采集 有方法可以阻止女王贝尔赛德斯种植 就是那个啊 我也有关于永东之山的事要告诉你 都说天才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天才 那就去参观吧 哦 等等 不知道再不高兴什么 你能帮我捞回来吗 哦 окой醒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见过脱离吗 你怎么拿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佬 大当地 只有一个收尾 振描 扮 reason 不用分装 落策 适合 踏出 松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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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因为人类没办法破坏那里 我也要一起去 对那家伙也好 总之虽然没有能力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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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时期的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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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抵达了 永东之山 你在做什么 总不能祈祷到一半就被冻死吧 希望我弟弟还活着 也希望你们都能安全回来 我会在这里祈祷 并等待你们回来的 都到这里却不上山 真是无法理解 我没看过 也没听过上山就会死掉的狐狸 这是我最后一次提议 给你能跟我一起上山的机会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证明你们不足的传承 是错误的 我做不到 没有人能理解我 所以才会雇佣你们 不是吗 就帮我找到我弟弟吧 我的愿望就只有这个 我们出发吧 我会觉得 什么 我记得是我的 我记得是我的 我的愿望就没有 你无法探订 我记得我 可是我还还还还还还还 hard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被人贴在带的地方 在村外你看 Sean 我们不会尽管他 你都会认识吧 我估计他 你不得出什么 你的真言 你不得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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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出所以 你不得出什么 这几次 这箱子 是不能出什么 我 幸好我是狐狸 太好了 看起来像是那家伙会留下的涂鸦 这就表示至少有到过这个地方 克服了六个魔女的试炼 最终抵达了刻着怨恨的门前 你也是追随神圣火花的踪迹 来委员准备好的人 无法通过这里 这里就是太古沉睡之处 感觉那家伙应该不会进到里面 看来得先处理我们的事情了 感觉到这家伙应该不会进到里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死亡交换的启示 六个魔女啊 我的死亡 将成为迈向新末日的开始 因为我的死亡 拉布雷斯卡 将面临第二次死亡 仅会留下刻骨铭心的绝望 六个魔女啊 以你们的死亡作为代价 看起来是第七个魔女写的字句 似乎非常害怕某样东西 甚至 胜过自己的死亡 你是结界 为了不让人靠近吗 还是为了不让里面的东西出来 才设下的 果花的看守者 守护者 这似乎是我们最后的试炼 优优独播剧场 啊 究竟 这门的另一头 终于见到了可以烧死神的火花 康好也开始厌倦跟你一起旅行了 你 该死是那个怪人骗了我吗 你啊 竟然没办法在这 结束我的复仇 被人莫论 从现在起不需要老猎犬了 一切将会重新开始 来 按照约定把意尼撕给 朱尔黛一 不得害死 朱尔黛一 你以后要成为首席赛琳迪亚的黄金狮子 朱尔黛一 我会等经历朱尔黛一狮子 朱尔黛一独喀斯 魅魔不如吧 原来如此 第七个魔女朝向星末日的起点 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赫顿布胡拉卡赫利亚克 为了赛林迪亚辉煌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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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朋友上山之后 我就一直在等 但我就有种直觉 你应该是遇到我 但果然就被暴风雪卷走了 就是这个棋子曾经跟 但是我没能找到弟弟 之后我就突然往下一看 区区一个狐狸阿贝斯 竟敢爬上山来 我心想我是发疯 想死才会上来 我爬上黄金山的我还活着啊 狐狸阿贝斯也是可以上山的 那样的话那些传说到底是什么 因为太过自豪就蹦蹦跳跳 老天啊你昏倒在那里 当兰渡把你背回来的时候 村庄的人全吓了一跳 我们也可以上山 是兰渡亲自证明了这些啊 该不会 信件啊信件 哎呦 居然 你也觉得很难过 虽然不知道是谁的脚印 居然会从风之怒而着 天哥 虽然没能见到抱歉这么个 我梦里老鹰汉堡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睡了多 哥 我是如果遇到寒冷的灯 我很好奇老鹰 哥 哥要是 哇 我应该哪都没见过狐狸指引登山的事吧 不去找你弟弟吗 嗯 为什么要找他 话说回来 这个家的坏主人 要是回来的时候 一边跟那只可怜的龙 所以这地方就交给我 谢谢你上了 对了 如果你见到你那个朋友 记得帮我道个谢 毕竟多亏这次 让我 酬 酬劳吗 如果要成为帮手 我会教你 你还记得 我们在那见面吗 下次真的要跨个 我那 Be see 着 中午 如果是阿 前前 要你现在开始 关й 呀 我们 如果没有的话 也就是托勒梅国王所持有的钥匙 这件事的起因 两个钥匙若是结合在一起 而他的子孙 没错 失踪者坟墓的另一端 托勒梅国王 为了他 因为他在预言之路的尽头 打破六个魔女的试炼 他称那名勇士为 卡勒达克的把那个香奴 马路名为了不让任何人找到钥匙 用你克服试炼获得的魔女曼德拉草 制作钥匙的黑色结晶里 请去浴果制造 是我现在觉得心情长 从马自然那听到了消息 天哪 居然能亲眼见到魔女的东西 从马自然那听到了消息 虽然不知道 请稍等一下 虽然不知道 得好好保管才行 你和你的朋友消除了让人 够不够 村长迅笔西 暗信虽然还需要一点时间 村长 我把人带来了 你做了蛮有趣的事吗 哦 身体状况如何 是因为他呀 虽然是会吓到 但是不要太惊讶啊 他能够在这里是多亏了你啊 哇 好久不见 还气得我吗 那时候也觉得你与众不同 我们现在解开所有误会了 多亏了你在寻找的伊尼斯消失 还阻止了守护黑暗之火的守护者 并找出了破坏丘陵的家伙 让阻挡在我们之间的浓雾散开了 被黑暗之火笼罩的永东之山 找回了原本的模样 要是奥真悉尼也再次诞生的话 就会回到原本的模样的 没错 在浴果上洒毒的也不是那些 有脚的家伙们 那时候为什么会那样想呢 想到还是很火大 朋友 冷静点 至少在今晚 不是约好要和我们的勇士一起忘掉一切 好好享受了吗 但是绝对不可以遗忘 正因为我们团结一致才找出了新的真相 用东之山找回了河北 但是作为代价 至今从未遇过的巨大恶神来到了这个世纪 现在 世界真迈向新的末日 你这个人啊 就算不会打架 但真的很会说些让人倒胃口的话 这人真是的 今天就先忘掉一切 敬请享受吧 因为明天的太阳会比今天还要晚点升起啊 宣经的村长 这是我的业务 没错 最后会跟他再次在阿尔耶利的另一端见面的 因为与最初的预言相遇完成了最终的预言 天空中会落下犹如黑暗的死亡般的红色灰烬 大地则会长出如红色灰烬般的黑色的死亡 来吧 来到阿尔耶利之门里一端 各自的欲望冲击后散去的地方 只有站到最后的人 才可以选择这个世界的命运 为了世界的和谐成为之间的桥梁 那应该就是我们走上预言之路的理由吧 阿尔耶利之门另一端 为了要一起对抗的未来 因此 今天就暂且忘掉一切 敬请喝吧 赞啦 就敬请享受这个夜晚吧 一半 一半 对 来的好 原本这个地方 是管理牛的牛棚 因为坡度较大的区域特性 比起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